早安又來了 什麼字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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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意思 知 漢字每一個字都是 知 什麼知呢 知 知 彭老師的學生可能看不懂這個字 對不對 你們寫哪一個呢 你們寫他 就他 就他 肯定寫這個字你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好 這個字就是我們寫的這個知 知是什麼意思啊 上面是什麼 鳥 鳥的下面是什麼 手 你看這邊有一隻手啊 對不對 好 我們去打獵的時候 去打獵的時候 然後呢 一切射過去鳥掉下來了 然後呢我們就把鳥抓回去了 一隻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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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啊 雙啊 雙簡單 雙是剛才手抓的一隻鳥 那雙呢 一箭雙雕啊 你看 一隻手 抓了兩隻鳥 這通話這樣一箭雙雕嗎 它是雙的意思 對啦 好 好 來 又來 有問題 很答題 請問 什麼意思 一隻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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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漂亮 請問 哪一隻最漂亮 一隻鳥 這第一隻最漂亮 一隻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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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字最沒邏輯啊 一隻鳥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所以距離它的圓形比較遠 對不對 如果這樣子 它是永遠寫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不知道說 這一隻鳥 跟一隻茶壺 有什麼差別 對不對 好 或者是一隻一隻 還是一隻什麼 一隻茶壺啦 或者是一隻杯子啦 有什麼不同 到底嗎 好 可是你這個字很漂亮嗎 你這個寫了一個右啊 我們也不知道右是什麼意思 現在也不知道右是什麼意思 搞不然這個右呢 就是我們的右手的意思 所以上面那個最漂亮 一隻鳥 好 請問什麼字啊 三隻鳥 這裡面有三個椎字嗎 對不對 這個字念作炸 三個椎字 這個字念作炸 什麼意思啊 很多鳥 很多鳥 就雜亂嘛 雜亂嘛 雜亂的雜 這個字呢 就等於我們現在寫的雜 我們現在寫的這個雜 也不漂亮 所以人家以前很多鳥 就很雜亂的聚在一起嘛 就寫三隻鳥就好了 後來為什麼寫這樣子呢 當然有它的原因啦 這個字雜 有雜亂的意思 有混雜的意思 有混雜的意思 有素雜的意思 這樣 所以 雜亂 就是鳥嘛 都在樹上好多 就雜亂了 那混雜嘛 什麼鳥呢 烏鴉 烏鴉 鴿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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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混在一起啦 然後呢 複雜的有好多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呢 寫雜的意思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很多鳥在 樹上嘛 多簡單 對不對 這個字呢 念作急 念作急 噢 搞得半天 就是我們現在寫的 集合的集 樹上只剩一隻鳥 這叫什麼集合呢 所以人家原來是三隻鳥 三在漢語裡面 代表多數的意思 中國人是形容多數就是三啦 六啦 九啦 所以呢 本來人家就是一大群鳥在樹上 所以你才集合嘛 後來呢 你寫的這個集 也還是集合 我們台灣人寫的這個 所謂的反體字 正理字這個集 你把三隻鳥 簡化成一隻鳥啦 但大家都知道它的意思 可是呢 如果你沒有看到它的話 你就比較不清楚 它的集合的概念是怎麼來了 這個字呢 有集合也有雜亂的意思 問題又來了 請問 全世界最簡單的文字是 全世界最簡單的文字是 诶 漢字的啊 你是德文嗎 你教我德文 我教你中文 一定你學會比我快 全世界最簡單的文字是 韓字 全世界最簡單的文字是漢字 全世界最簡單的漢字 全世界最簡單的漢字 漢字最簡單 看看這個漢字 可以看圖說故事 對不對 漢字可以看圖說故事 這是全世界目前唯一的一個文字系統 德文可以看圖說故事嗎 我每天看那個 Ziphan給比拉的DM 我也看不懂它到底是 買兩個 五塊還是各買一個 標籤五塊 可是他們買兩個打字 我看到現在也還沒看懂嗎 好 好 你們都說是漢字對不對 這什麼字 真的嗎 你們都說漢字最簡單 現在告訴我 這什麼字 是 這全部我加起來一個字 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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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的 圖片不是 你看很多圖片 可以 這一邊是一個漢字 哪一個字 你答得出來 你就下課 別想太多 很簡單 這個有一個漢字 好 太好了 多簡單 收貨的貨 什麼意思啊 你看 什麼時候 帶著我們的獵犬 去草原上 然後呢 用手 去抓鳥 去扶羊 用手怎麼轉啊 射箭啊幹什麼 那個工具就算了 大家都要有工具 對不對 所以你帶著獵犬 做什麼打獵 去哪裡呢 去野外 對不對 列什麼呢 列鳥最簡單啊 好 所以這個字呢 是收貨的意思 英文叫get in 好 貨是什麼呢 獲得食物 獲得鳥 獲得食物 這是我們漢語裡面 講收貨 收貨 收貨 吃的都要吧 這是我們 吃的收貨 這個意思 果然 什麼字最簡單啊 真的漢字最簡單 請問德語的收貨 怎麼說 你們會講 ấn 超貨 正ón 很棒 好 好 問題又來了 全世界最簡單的文字是 最有趣的文字是 看字 謝謝 他不是我埋伏的 他自己回答的 我等一下會被這個問題 謝謝 這以上是我們第一個單元 各位人有沒有回台灣的話 這是淡海 淡水 淡水鎮 淡水河的出海口 然後你看到的是淡江大學 那間大學其實很小 你看到那邊是淡水鎮 這裡是淡江大學 我家就在這附近 這是淡海